新加坡和阿根廷正在商讨双边经济协定 有意在阿根廷做生意的本地商家 将能更容易地进入当地市场 获得更多的经商机会 新加坡近期在南美经济合作组织 南美共同市场展开协商 这个组织的成员国包括了阿根廷 同时我国也直接同阿根廷进行双边投资协定 及避免双重税收协定的上探 贸工部长陈胜生鼓励新加坡企业 和阿根廷公司在食品贸易和科技等领域 展开合作 我们一直在搜寻新的高质量食物 和食物品 所以既然我们的强烈工具 构建筑和线线 我们希望与阿根廷的食品贸易 使用我们不仅仅是市场 而是一个平台 来与其他地方的东西 和其他地方的东西 部长也欢迎阿根廷企业 把新加坡作为进军东南亚市场的 门户拓展业务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